大家我是暴君 今天来说一说 哈利伯托演了搞越狱的影片 涛里比勒托利亚 话说在1973年的南非 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搞了一个种族隔离法案出来 阴性规定不同肤色的人 必须化混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白人享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牛奶面包剪辞吃到秃 而黑人这种小话剩下最差的东西 洗饭加咸菜 一定是丰盛的大餐了 因为这个法案的出台 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急化 种族之间的对立摩擦 也不断加剧 作为白人一枚的杰克 却很是鄙视 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于是连董好友田长 搞了一个炸弹传承的反抗示威 可得是最近的运程不太好 两人终于被条纸抓了起来 一个被判12年 另一个8年 即时生效 一番体检之后 两人被困到了隔壁连着的牢房 这里的犯人 分为政治犯和其他罪犯 灰色求抚的是政治犯 而蓝色的则是其他罪犯 政治犯大佬看一眼 对他们两人很是欣赏 刻不及到监狱有关的事情 像是安防警戒 牢房布局之类的 好让他们心里有个书 别想着越狱什么的 另外一个囚犯火星哥 一直都想逃出这个鬼地方 还告诉杰克大美 如果有什么计划的话 记得带上他 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杰克尝试了上百种越狱的方法 都不可行 最后想到了最简单辩解的方法 钥匙 利用自己做手工的技能 测量出锁孔的大小 打算做一把木制钥匙出来 直接开门溜走 于是两人联手火星哥 故意知道各种意外吸引欲绝 然后杰克再死定钥匙 记住具体的设计和形状 回去再将钥匙的草图画出来 很快就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杰克终于完成了 牢房的第一把钥匙 可惜打开之后却发现 外面还有一道甜美 而且这道甜美是锁着的 只能从外面打开 于是趁着出去打扫了机会 用那把钥匙撕裂下甜美 嘿 果然是同用的 只是没想到把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搞断了 好在最后顺利挖出来 断掉的那一截 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 从外面打开甜美 杰克种财务工具当中获得灵感 再扫走了另一端 盯上钥匙 利用手里的推进和旋转钥匙 打开门锁 这个方法果然管有 接下来就是收集更多的木料 继续制作其他门锁的钥匙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已经无法再单打独斗 杰克只要帮助其他人联手合作 趁着睡觉的时间 在床上弄了一个假人之后 和火星哥 继续尝试打开其他老门 中间虽然遭遇了一些惊险的事情 但也算运气不错 赶在天亮之前溜回了牢房 第二天监狱长来到牢房巡场 意外打翻了杰克洗漱的杯子 看到里面有些木质的领部件 杰克忽悠 那只是用来摆放照片的框架 就这样 杰克在这晚上睡觉的时间 尝试搞开了另外两道门 越是接近大门的地方 牢门就越复杂难搞 而第六道门 就是典型的自动门 必须从准位室才能打开 只要搞定这道门 区域剩下的就能轻松穿越 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400多天 也遇了计划和时机 也已经成熟 杰克三人决定过几天就行动 还叫着坎爷他们 也一起逃走 但是坎爷 猫是坐了坐上瘾了 在这里吃喝了杀柱 无忧无虑 出去之后 不一定就能过上好日子 又是拒绝了杰克的好意 准备好一切之后 杰克三人溜出牢房 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一路流到了第六道门 中间新华又坎爷的帮助 打烂电灯弄坏电路 三人才躲过一截 没有被玉军发现 又顺利打开了其他几道门 来到最后一道门前 外面没有玉军把守 正是逃离的大好时机 只可惜失变了所有的门锁 都没卵用 霍兴克一下子火气上来 用工具使劲着门框 竟然找开了 招呼打质量的大门 最后大哑大哑的走了出来 流到街上 坐上一辆车子央长而去 另外玉军这才知道 三人已经愿意逃离 而三人也从边境 一直逃到伦敦 拒绝着他们的反种族隔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改编至历史真实世界 这场反牙迫 反不公正的种族斗争 也终于在1992年 正式宣告结束 在1994年的时候 曼德拉也被选取为南非总统 开始了民族统一的南非统治 而丹尼尔的精彩演技 也在现了原型人物 追求平等自由的伟大精神 有兴趣的大伙伴 可以去了解一下原型世界